国语有生善书 义赤拱横堂善书 无极真言正法 主诸先佛为济公活佛 第七章 小儿贵气多么苦 正法真言福会生 济佛将 诗曰 小儿贵气又多么 父母忧心又奈何 安镇元臣无外扰 他年成气定无额 盛世 曾有誓之为人父母者 常觉小儿难抚养 或有夜提布置 昼夜颠倒 多病不见等等皆是 动则求诸相逝世和阴 不外为冲土然 犯本命 克行官等 实则未全是也 然则师尊认为如何 小儿难养 必必皆是 而天下父母心 幼儿可未饱 伤在而身 疼在娘心 如由法可治 可是功德无量 而为恩批广泽之举矣 不用调文 老那既有如是言 当有如是法 不过 仍需阐明其中缘由 以启悟世人 尚请师尊开示 小儿之难养 前述原因 当亦有关 但另有一种 世人均少发现 乃此小儿之先天本命 本贵气 乃由其前世代 功德成福慧而转世 或因讨债而转世 来成谷肉圆 如此 幼儿时期君多劫难 前者乃先完劫难 即长则福运风顺 讨债者 则脱模父母 以完业债 若是如此情形 不加细查 勿以客行官 犯本命之法而置之 不但无效益 反多损害小儿之贵命也 然则如何分别小儿乃贵命 或犯本命 及客行官等 若以先佛圣事当无差错 人间向事 亦有经言命理 由后天命再加神通 亦有可断 小儿先后天命者 为虚慎重者 妾莫乱信江湖树言 免遭损财之灾 妇女辈 有以慎防之 既如此 尚请师尊开示 自己来 如何帮助贵命小孩之法 可以 不论小儿之难抚养 或夜提布止 或昼夜颠倒 或多病不壮等 只要为之危急状况 可准备一面小圆境 上书其本命生辰及姓名 再加上以下四句真言 抵势惊扰 凡尘渺小 百难成祥 元臣灿耀 这样可以了 不 于子时将镜放置于其睡床下 七日取出 将此镜埋土三尺下 则大公告成 其意何在 此乃姚池正法藏神 则可使其神华免受外来干扰 而安然度此幼儿时期 为行此法上 已查出此而本命五行之所计 而助益慎防 盖五行官乃天地造化之妙 较难免除也 这 师尊可是给弟子找差事干了 弟子可会忙不过来啊 此话怎说 要查人之本命五行所计 非先佛难办 那么本堂善信将 纷纷呈上饼单扣查 弟子可得受了 这样你才是功德无量啊 功德无量倒不敢当 弟子有德乔 师尊 您可得多帮忙 哈哈 哈 那你就多呼请老纳了 最好来几平上等女儿红 老纳不请自来 去也 去 弟子恭送师尊 谢谢大家 请订阅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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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